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出海贸易活动,甚至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,而每次出海贸易的船只上都装满了精美的瓷器丝绸以及国内特产。 郑和就曾经欺下西洋,开辟国外市场,虽然并不是每次出海贸易都是顺利的,碰上海上风暴雷鸣等恶劣天气的也不少,在这种情况下,不仅人没有生还,整船的珍宝也只能永远在海底沉睡。 尽管近些年,考古专家的主阵地已经不止于陆地,而是将考古资源转移部分到海底,但是海中寻宝的范围和难度更加大,专家还没到达,这些陈年宝藏就已经被国外收入囊中,黑石号就是其中令国人遗憾的一艘沉船。 黑石号被发现于印尼的苏门达拉海域,随着沿船的打捞,船上极有价值的金银制品又重现于世,船上的瓷器品种非常丰富,囊括了古代较为出名的瓷窑出品,除此之外,还有数件超乎古代技术水平的精美金银制品。 尽管在水下被冲杀多年,船上的物品依然保持着比较完整的状态,根据工艺和史料,专家鉴定这艘沉船是一艘唐代沉船,然而因为沉船位置和后续打捞工作是由他国进行,尽管船上是我国文物,但船及船上文物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皆由印尼所有,中国博物馆也曾尝试过向印方回购这批文物瑰宝,印方却将其出售给净价三亿的新加坡, 国人如果想参观这批文物和了解那段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,或许只能前往新加坡博物馆了。